为了让深藏朋友更便利 申办政府相关证明文件 新竹市去年成立行动服务专策 在新竹市的各大街小巷穿梭 服务许多身心障碍朋友 一年多以来已经服务约200位民众 比预定人数还多出一倍以上 我们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做了行动专策 那这个服务本来预定到108年的7月 是要服务500多人的 结果去年一年这样下来发现 已经有本来每一年是131人的服务能量 发现已经有200多人申请 到达了两倍以上 那就会发现说这种行动不变的需求 换证的需求是很重要的 行动专车最近来到新竹市取西里 协助理民申办身心障碍证明 而为了提供更好也更便利的服务 今年更扩大服务对象与服务内容 提供平板电脑行动载具 易化服务 让申请文件证明变得更简单 还有立即听打服务 专门针对高龄者与多重障碍者设计的便民措施 种种贴心服务也得到市议员的肯定 创新的服务是非常值得肯定 我们也希望说以后有更落实的服务 像这样子能够直接到社区去帮 残障人士做这种换证的手续 我相信我们议会一定会全力支持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新的一个服务的创举 证明了市政府社会处有非常用心 在为地方为残障人士在做服务 我想这个应该给予实质上的肯定 配合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范 持有永久身心障碍手册的民众 都必须到社会处焕发证明 因此许多身心障碍朋友都必须要出门患证 既饶失又动众 新竹市贴心提出道府或道社区就近服务 有效解决身障朋友的困扰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